好,例如说,请到gog.gl.ytzrxt 然后麻烦请范例下载 今天的课程,2019-0128 用PowerBI做大数据分析初阶 这边范例下载 然后麻烦请下载第二组的登革热 第二组的登革热 其实下载你们自己组 跟内政部的人口统计 这两个资料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都要处理 好,我下午会留时间给各组来处理这件事 来麻烦请下载第二组的登革热 还有人口统计 台湾各区人口数 这都是很忠实的 直接从网络上抓下来的资料 不过坦白说,我有做过一点 ETL 的事情 方便我们来去做整理 好,所以我们已经下载了 一个叫做第二组登革热 1998年起 美日确定病例统计 而病例统计 第二个档案就是台湾各区人口数 好,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打开POW BI 来,请打开POW BI 两个档案 我们都要把它载入进来 不用不用不用 这两个根本就无关的档案 我不相信两个单位会做出相同一件事 卫福部只管登革热那个疾病 对不对 他不可能管到人口统计 可以吗 好,下载下来两个档案 第二组的登革热的档案以及人口统计 好,一样把这个已经有POW BI关掉 然后这个画面关掉 好,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先把两个档案都叫进来 能不能一起叫两个完全无关的档案 不行啊 你就要分两次做 对不对 好,我们先把它叫进来 取得资料 因为我给各位都是CSV 不是我给啊 是开放资料 只有三种 JSON CSV 还有 XML 对吧 CSV的特色是什么 他用逗号做分割 那他会遭遇到最大问题是什么 如果万一某一个栏位你是要做记录 做摘要 你可能在打中文字的时候 会不会打到逗点这个符号 会啊 对不对 好,所以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就是CSV的最大问题 好,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下载里面的这个第二组登革热门日确定病例数开启 这样是不是就把那个登革热第二年的资料打开来 然后这边是会看到乱码 看到乱码记得左上角这个档案原点 为什么叫档案原点 这是因为我们是对岸 就是微软公司 他不可能非常清楚那个知道那个繁体中文该怎么命名 所以他就是请大陆人来去翻译 翻的结果就会变成什么 出现这一个档案原点你应该没有听过 但是你到大陆你去听 你就会知道他们是这样称这个名称的 然后简体就直接转成翻译中文 好,所以改成那个UTF-8 我们叫编码模式 我们叫编码模式 好,找到UTF-8 UTF-8是不是在这边 UNI-Code UNI-Code UTF-8 这样是不是全部都变成 你看得懂的字了 才能够点再入 好,第一个档案 我们把它再入进来了 我建议后面的同学 等一下因为我们要打很多的那个 韩式啊 后面最后面那一盘 你要是看不到我的画面 麻烦你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我的现在直播 好,否则等一下你根本就看不到我打什么字 就是把那个视窗稍微缩小一点去观看 后面的同学了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第二组1998年登革热的资料了 已经放在栏位这里面了 我们是不是要再去下载第二个档案进来 所以取得资料 取得文字CSV 所以我们把第二个档案叫做 台湾各区人口数开启 然后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 您稍微先观看一下资料 有没有看到第一列是什么 column1,column2,column3 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问说 奇怪了 他为什么不能辨识 至少也该辨识什么统计年啊 然后区域别 然后people-total 对不对 至少应该辨识这个 为什么他叫做什么column1,column2,column3 我觉得这你必须要知道一下 请问一下 您看一下 我们的标题 就是一张资料表格 资料表直到 第一列是不是就标题列 标题列只有一种属性 就是文字 对吧 标题列会不会有数字的格式 不会 你看哦 这是不是统计年是不是标文字 就是这是标题列吗 有看到这个统计年 区域别是不是也是文字 年底人口数是不是也是文字 然后土地面积也是文字 人口密度是不是也是文字 都是文字哦 你看第一列都是文字 第二列也都是文字 所以他认为 他认为这里面 这里面 请问没有标题还是没有记录 他会认为这里面没有标题 这句话听得懂听不懂 没有标题这件事情 对电脑的判断来说 他会认为这里面没有标题 因为第一列全部都是文字 第二列也全部都是文字 他就以为这里面所有的记录 通通都是文字 你看这些明明都是阿拉伯数字 为什么都靠到左边去了 为什么这些东西都靠到左边去了 因为它是文字 可以了解吗 对于电脑来说 它全部都是文字 所以就没有记录 没有那个标题列 所以他就自己 自己给予他一个叫 Colon1,Colon2,Colon3 这个标题 有听懂吗 我希望你是听懂了 我是希望你听懂了 我不会去在意那些 自以为很聪明 他可能听听觉得我讲话 我的速度很慢 可是真的我们班上 我不希望说 我们的基础班 把它弄得像高阶班 可是你每一个环节 我觉得听懂 你做不出来无所谓 因为你回去写那个报告 就算你不会做Power BI 我都一直在告诉你 大数据分析会遭遇很多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 你当作是一个主管 就像我的指导教授 你觉得他 是他叫我去学大数据分析 你觉得他大数据分析 他很厉害吗 他一点都不厉害 实作的部分 但是那些know how 全部都在他脑海里了 这样可以了解 他一定是到处去看了一些 那个世界各国 怎么运用大数据分析 他就觉得 叫这个博后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去把这一套系统把它做好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你觉得真的做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以后都是机器在做 你只要告诉他说 显化直条图 他就画好给你了 可是这些观念很重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这是你在写报告的时候 你要写出来的重点 好 我想你这样大概听清楚 你再去看一件 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资料我们汇入之后 你等一下会看到 卡冷一卡冷三 好 再入 只要不要乱码就好了 你这样是不是就有两个资料了 你看这个资料 它长什么样子 卡冷一卡冷二卡冷三 所以 我们 透过资料表来观看一下 你 你刚这样看 你会觉得没有做完 其实他已经做进来了 请你把这个 第二组灯格热缩小 好不好 你就会看到了 有没有 请把这个第二组灯格热 它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组灯格热 你这样看 当然是没有啊 但是下面 你要不要把卷轴拉下来 卷轴拉下来 是不是就会看到了 它是不是要出一个狂狂 所发生的 对 你就点 对 不要理它